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Kenny, 黎文 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連, 打咪, 和大家速報速報 希望各位在餘下兩次賽事, 都能夠在馬會那裏找些花費, 過一個開心的暑假 未訂閱黎文的頻道的朋友, 可以免費訂閱黎文YouTube頻道 可以考慮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看片之前, 可以給手指公按讚 今晚, 黎文會有一個YouTube的黎文事前Live會員版 可以和大家吹一下馬驚 先祝各位奇開得勝 講到我們連馬斯蘇寶羅哥哥 對上那次沙田的賽日, 有一隻平山新星 連續幾次都是塞車, 上次也是塞車 但對上那天蘇寶羅馬房又有點旺氣 贏了雷文都有選的快一步 相信捧玉城賽馬系列的老友 都中了一隻快一步 另外亦都配合那隻叫家喜旺的轉倉馬 就可以起了個孖寶回來 明天已經去到本季季來最後一次的沙田日馬賽事 蘇寶羅也是在沙田有時會有出擊的情況 看看他可不可以把握到最拉尾一次沙田日馬 可以搏一下馬 他被傳媒朋友搏咪 他自己對著傳媒朋友就說 剛剛弄完個孖寶回來 他現在要乘著馬房有個小小 希望可以乘勝追擊 打咪當然要講一下星期日有什麼戰馬 他又怎樣去看 他就說上次那隻平山新星 以及今天跑長途賽 所以第七場龍戰士這隻馬 機會他覺得是今天馬房的爭標分子 看看他怎樣詳細分析這兩隻戰馬 尤其第七場四班千二米蘇寶羅哥哥 更加是雙龍出海 看看他怎樣講雙龍出海的局勢 先講了第一場這隻平山新星 上次在玉城賽馬系列 李文娜選了這隻馬 叫做跑過第三回來 但是究竟為什麼跑過第三 因為莫女拉就是塞車 對上一場為什麼有跑第五 塞車呢 還有前幾場有一場也是被人撞 不是塞車就被人撞 整天都跑三三四四五五的 蘇寶羅呢 對這隻平山新星的分析 就聽聽他怎樣說 最近兩將配著我們萬人迷 莫女拉的平山新星呢 在直路上都連回售了 追都追不及的 變了只能夠得過一批的交代 輸了給今天同場的對手電信飛彈 對上那天莫女拉好像有電信飛彈 操過另外一隻馬 他三隻馬選擇平山新星 那就博輸了 這次拉肅仍然都選擇這隻平山新星 蘇寶羅怎麼看他博輸了呢 他說呢 大家如果你們有看過一些片 看到我這隻平山新星呢 最近這兩場賽事片呢 看完之後呢 除了講過黑字之外 都沒有什麼好說 他說呢 其實呢 他自己都覺得輸得十分之不抵的 這隻平山新星 他說呢 他都很明白現在香港的平分制度 隻馬呢 由上次的二十四分 跑了第三回來 就加到二十六分了 已經是脫離了這個被淘汰的命運了 本來呢 留下季跑呢 就可以跑多一季 他說呢 現在升到二十六分呢 我都知道呢 不需要去強制退役這隻平山新星啦 但是現在摘住個二十六分那條界的嘛 如果跑得不好 會不會減分的呢 那麗文又不是平榜員 不知道了 他說現在已經不需要硬性退役的平山新星啦 但是他說呢 現在趁著平山新星近期呢 在陣上有良好演出啦 狀態維持得夠穩定啦 再加上他說 既然都有個適合的路程 那我就將這隻 現在摘住二十六分界的平山新星呢 就給他出賽咯 他說 希望呢 今次憑著這隻平山新星 露合啦 狀態夠勇啦 他說 加上呢 希望有較好的祭雨呢 希望平山新星呢 在這個二十六分仍然都出來跑的情況之下呢 希望可以贏回一場頭馬 這樣說 那麗文呢 今天已經出了第一場的全場形勢分析啦 那我就解釋了 為何今天呢 都和大家看看這隻平山新星啦 跑馬都是跑對手的 這一場馬呢 跟他一樣類型啦 要講追的馬啦 那當然需要有些捕捉形勢啦 那麗文就希望這場會有捕捉形勢啦 那麗文就希望這場會有捕捉形勢啦 更加希望這隻平山新星呢 就不要塞車啦 那麗文呢 另外跑第七場四班二千米呢 那麗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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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隻叫做雷亭戰區 先講了這一隻先啦 那麗文呢 都是講開鬼故的嘛 那麗文呢 那麗文呢 那麗文之前Live的會員版都提出大家啦 那麗文呢 那麗文呢 那件衣服呢 其實就是幸運系的馬主啦 當日呢 這隻馬出賽的時候呢 幸運系是全日出擊的 我記得就是幸運傳奇啦 就是一個瘋狂樂飛啦 當那隻金樽一號沒到啦 那麗文是我講了啦 那一隻沒跑過泥地 沒跑過1650的 那麗文的 那瘋狂樂飛呢 就對著那隻幸運傳奇 那隻金樽一號呢 那金樽一號啊 拉縮騎啦 騎成點心照啦 那這隻 幸運傳奇贏馬當日呢 這隻雷霆轉區 即是同馬主的馬呢 出閘貴了一季啦 那後上呢 就追回第二回來啦 即是都是遇到呢 一個意外啦 但他從來呢 這隻雷霆戰區 還沒跑過這二千米那麽長的陶程 這隻雷霆戰區 那為什麽今天第七場 蘇寶羅呢 就會打一雙雙龍出海的拳回來呢 既然是這樣 就聽蘇寶羅解釋就好過啦 那蘇寶羅就說呢 其實上次那隻雷霆戰區 跑泥地呢 跑到那個第二呢 狀態都是勇的 那當日幸運系呢 頭場就贏了一隻 丁冠豪的幸運勝區啦 那有阿希斯那隻 幸運有你就跑第二啦 雷霆戰區就跑第二啦 幸運傳奇就跑第一啦 那四隻幸運系的馬呢 全部都有表現的 今天呢 在雷文事前LINE已經和大家說了 今天幸運系也有幾隻馬上陣的 看一下是不是又是全日出擊啦 那蘇寶羅就說啦 這一隻雷霆戰區 上次都追了一個第二回來啦 狀態勇的 他說所以呢 就想在這一場四班 七場四班二千米呢 去試一下這一隻雷霆戰區呢 有沒有跑二千米的長力 這樣說喔 那他又說呢 就想試這隻雷霆戰區有沒有長力呢 但是呢 他就說呢 比較起來呢 今場呢 銅馬房的龍戰士呢 他說今季呢 跑這個二千米的陶程呢 跑過五次呢 可以拿到兩冠 兩個第三回來的 他說呢 上場呢 這隻龍戰士跑過第三啦 其實早段呢 是受到一個極慢步速的影響啦 但是呢 依然可以後上呢 就剩下一個第三回來的 他說呢 這隻馬呢 和梁家俊 即是蘇寶羅的徒弟呢 就是特別合拍的嘛 所以呢 所以呢 龍戰士呢 他認為今次呢 就是有足夠的條件呢 在這一場呢 爭取他貴來的第三場頭馬 這樣說啊 就是蘇寶羅的意思 一隻雷霆戰區 就試長力的 這隻龍戰士呢 就是說想爭取第三場頭馬的 看看各位信不信蘇寶羅哥哥呢 就是這樣的部署啦 講開又講喔 剛剛收到呢 拼咪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消息呢 就關乎有些退出馬 後備馬補上的 那麗文呢 都要在這裏呢 就跟大家呢 就提醒一下 就溫馨提示啦 今天跑第三場呢 本來那隻叫鑽旗 剛剛跑完的 轉了高帕新 那其實呢 那隻魅力漢子呢 是屬於一隻後補馬 就補上的 那第三場是轉期退出呢 就補上那隻叫魅力漢子的 那魅力漢子呢 就是換了賀蓮 康明年來拆騎的 剛剛才收到的消息呢 也不是昨天收到的消息 第四場呢 瑤本輝馬房呢 那隻叫做有紅李退出 那這隻馬曾經都有追過的 那由後備馬呢 就是轉了馬房第二次上陣呢 那一隻好運寶馬就是補上的 那第四場九號馬 有紅李是退出了啦 各位呢 就賭馬要省點心機啦 不用賭他啦 那反而將注意力呢 就賭了呢 轉了馬房第二次出賽呢 那一隻九號馬的好運寶馬呢 那這隻好運寶馬呢 就是換了史卓鋒來上陣的 對了 換了史卓鋒的 那這隻好運寶馬呢 我先看看吧 不是啊 是今天第一次出賽的 轉了丁冠豪 那這隻就是啊 上次呢 屬於民家糧馬房改跑法啦 啊 轉了馬房 這次第一次出賽的 那這文在在這裡 足各位呢 就可以馬運亨通啦 啊